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芒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1年7月4日,首昇這裡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呀 和我家親心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我們大台《芒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將一個齊抗疫情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回一個偉大的角度 就是印度,印度 印度這幾天就和歐盟有些不開心,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我們之前說過 印度幫阿斯利康生產的疫苗 雖然都是牛津阿斯利康疫苗來的 但是這隻疫苗的名字就叫Kovishel 也被稱為印版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但是,之前節目也說過了 不好意思,歐盟是沒有授權給你 為什麼呢? 因為歐盟說 你們印度版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和我們原版的品質上可能有差異 那麼印度人就生氣了 說,你這樣說的話 如果我們接種了印度版歐盡阿斯利康疫苗 那不就是去不到歐盟? 你這樣不行啊 如果 你的人不讓我們去呢? 我們印度也會將歐盟的旅客 不讓他們入境 讓你阻礙我們 這就是我們 向你們歐盟最後的通疊 你自己好好想清楚 說回印度 為什麼生氣呢? 是因為歐盟藥品管理局 EMA 目前 只是授權了輝瑞 BioNTech 強生 莫德納 以及 在歐洲生產的 阿斯利康疫苗 不過這支 都是阿斯利康疫苗 它就改了一個名字 叫Veciferia 很固惑 是啊 明顯是要區分 是的 印度的車和不是歐洲的 雖然 雖然那條方向是一樣的 當然是一樣的 不用說了 所以 歐盟 只是承認這四種疫苗 歐盟的藥品管理局 未批准 印度版的阿斯利康疫苗 印度媒體當然是生氣了 他們說 你別以為你們歐盟現在有 疫苗電子護照很厲害 雖然你們日月日號開始使用 但是你要知道我們印度很多人在歐盟做生意打工 你不讓我們用 不讓我們接種了本國阿斯利康疫苗的允許 我們一定會搞出來的 事實上也是 現在印度接種了印度版的阿斯利康疫苗的人越來越多 對 說回歐盟的 電子版疫苗 護照 其實 就是這樣的 就是7月1日起 所有歐盟 成員國 的人士 在 疫苗護照上面 包含了的訊息 你有沒有接種過疫苗 你檢測報告是不是陰性 以及 你如果真的染疫 染疫過後 有沒有已經康復 歐盟各個國家 原則上 對於持有歐盟 電子 疫苗護照的人士 是免除入境的限制 包括 隔離 不過 關於 取消行動限制 歐盟 目前 指認 歐盟 藥品局 認可的 剛才我說的 四種疫苗 不包括印度版的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即是叫Covershell 雖然 官方強調 各個國家成員 仍然可以自行 決定是不是 擴大認可其他疫苗 以及他們是不是可以接受 只是撕打一劑的人士都可以入境 但是幾乎可以確定的就是 民眾如果 並非接種上面四種疫苗 入境時候 自由流動 就可能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 所以都是 害怕的 原來加拿大都很害怕 因為 加拿大 都有27萬人 接種 印度版的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我們都說過的 那 沒事的 沒辦法的 那 其實 我相信最後一定能說得定數 這個情況 就是加拿大 是由印度逐個逐個談 看看談得如何 我相信印度走去找 找約翰遜金帽莊 金帽莊是說 沒問題沒問題 你有什麼好處給我 OKOK 沒辦法的 根本很容易 但是歐盟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放 歐盟 什麼都會嫌過人的 他說他現在最新消息 就是連德國都放生了他的 就是我們之前 他已經 是的 我們說過了 德國都放生了他 不過就要一段時間 看看中間有什麼好處 講講講講 逐個敲門 敲人27個比較麻煩一點 我相信 就是歐盟這些官僚的東西 就很濕 不過 我相信中國 沒有辦法 那他多個國家 是不是 可能 A國同意 B國也不一定同意 有些事情 他們內部也要談得很久 其實 歐盟藥品局 也都講過 目前 這個 Kovaciu 即印度版的 阿斯利康疫苗 未得到批准使用 因為 疫苗是生物製劑 就算生產條件 只有微小的差異 亦都可能導致 產品有差異 所以 歐盟法規 才要求 批准許可的 程序當中 要 評估製造地點 和生產過程 但你去印度很遠 印度 疫情很嚴重 你敢敢去 當然 是吧 歐盟的 官方也都強調 就算 你 印度版的 阿斯利康疫苗 跟我們歐盟出產的 Ressisivia 是類似技術 但是 都可能有差別 哎呀 你不信得過印度人 所以就不批理了 這樣說 印度人 就很生氣 他就說 哎呀木千 我們都不知道 為什麼他用這樣的理由 不受券給我們 我們一定會 繼續申請 你不批的話 我就不讓你勾猛 印度 希望你盡快受理我們申請 如果不是你囚果自負 好惡效 通常都是這樣 裝兇作勢 老實說 那生產 就是印度 還不通過我求你嗎 他就是 他有了 不用選了 其實 辛德里電視台 他都說 印度血清研究所的 CEO 已經 通過阿斯利康 這家公司 向歐盟申請 許可 他都很自信 這些都是遲早的事情 他都很自信 因為 我們 Coffee Show 已經獲得世界衛生組織 批准 連英國 監督單位都批准了 為什麼你不批 是不是 另外呢 因為他們不是英國 英國出了歐 是 沒錯 我剛才說這個 印度的外長蘇傑生 我們經常提他的名字 現在 他就說 我已經跟歐盟一位高官討論 大家不用擔心 很快 我們應該有一個好的結果 不過 印度媒體也都說 印度政府 對於歐盟的態度 已經越來越強硬了 不單止 要認可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的印度版 還要 印度 國產疫苗 Cofficein 你也要跟我承認 但這隻好像 世衛沒有批 你說不過去吧 我想 是不是 所以我就覺得 有些搞笑 這麼壞一點 中國都未出聲 是的 如果被我是中國 在那裡冷笑 那麼氣急敗賣幹什麼 小弟 沒錯 老弟 那麼 印度媒體 就說 外交部其實說 如果你不接受印度自駕生產 Cofficein 我們都會不讓你的有客人來 你歐盟人不細緻印度 入境的時候 拜託你 全部隔壁 其實現在 目前已經有 幾個歐盟國家 承認 印度版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因為它有自主權 就好像奧地利 德國 斯洛伐克 希臘 愛沙尼 還有 愛爾蘭 西班牙 都承認 另外 冰島 瑞士兩個歐洲國家 已經同意接受 印度版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那之後 這個新德里電台 居然說了一句 很搞笑 這個是我們印度印日的偉大的勝利 這樣說 這樣也能出得到 你說如果他承認 你那隻 COVID-19 的話 我都說 都是 都是印度人偉大的勝利 但是 他只是承認了 其實 直接說他只不過是 印度產的牛津阿斯利康疫苗 這樣都是偉大的勝利 不是吧 只要是印度 印度人產的就是勝利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這樣也行 其實目前印度施打的疫苗 就包括 COVID-19 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印度版 還有COVID-19 自家也 還有就是俄羅斯的 衛星5號 不過沒有一隻 是得到歐盟認可的 剛才我們提過 這隻COVID-19 是印度 生產 不過 他也是 有 技術 美國人也有份 美國 生物技術公司 Okegan 其實他剛剛就宣佈了跟印度 巴拉特生物技術公司 聯手生產的 COVID-19疫苗 第三期實驗 已經出爐了 數據 數據就顯示 這隻印度的COVID-19疫苗 整體有效率是77.8% 對於重症的保護率更加高達93.4% 至於對於Delta 變種 他說得很厲害 知不知道多少 百分之65.2% 都高於50% 對 最重要是大家去打 其實 這個 Okegan 即這家美國公司的新聞稿 就說 我們採用的就是 滅活技術 2020年11月 16日到 2021年1月7日之間 在印度25個地點招募 自願者 自願者的年齡就 18到98歲 厲害 剛才說過 總體保護率是77.8% 已經是超過預期很多 他本來的預期 都是小一點 這樣說 對於 印度的預期 都不用太大預期 不過他有些美國人技術可能是好一點 我想 而且 這隻東西 他發現 原來跟加拿大衛生部展開討論 想加拿大都承認 當然是美國人去談 會慢慢談的 我相信一定會談得成 我也覺得談得成 因為 印度裔在加拿大的實力 據我所知 都挺強烈的 據我所知 就是 是的 很多各方面都不弱 印度裔在西方的影響力 都是高 尤其是政界 印巴裔也很厲害 不單止印巴裔也很厲害 老實說 大家看看 這邊新民主黨的黨領 是印裔人 這裡的國防部長是印裔人 現在我們都說過英國的衛生大臣 前財政大臣 是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是 第二代 他們的財長都是 其實他們這一方面 對西方 至少對於 英語世界是不少的 它的影響 這個是事實的 看一看荷里活 那種影響力就知道了 有 有些角色都特意找你印裔人上的 是不是 是 沒錯沒錯 沒錯沒錯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